困券调查01的这一题 那请你把那个原始码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就是它的那个左上角有个下载 下载格式的话 请你下载那个是Excel的格式 Excel格式 那把这个下载之后的话 再把它开起来 那这一题的话 其实我想蛮多人在工作上面会遇到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就是性别 也就是说问卷调查 通常比如说这个是第一个人的问卷 然后他会填一些东西 但问题一般问卷里面 假设在那个系统里面填完之后 这样电脑里面填完 他记录的就会只有编号 他不会记录那个什么 比如说性别是男啊年龄啊 什么有一堆 他会用编号来代替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用编号代替的话 第一个当然相对的 会比较省空间 可是省空间 麻烦点就是说 可是问题我叫他把它恢复啊 比如说什么呢 性别 那你就必须什么 去查到 性别A1 他就是 他如果这边是A1 那就很难有没有 然后这个年龄的话 有没有就有个range 然后教育程度等等的等等的 你会发现这边一堆 每一个每一个都有对应他的编号 他的名称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有没有 哇这边这么多 希望把每一个每一个都都查出来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一劳永逸 当你讲说很简单嘛 这个A1我可以怎么查呢 1我先问卷调查复制一个 对不对 2的话呢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当成我的ID来源 把这个当成是我要查的 所以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把这边删掉 就是把留下编号就好了 那性别的话呢 第一个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一样嘛 用V软数来查 所以我们叫V软数 然后查的话是查编号 那Table Array的话呢 当然接下来我们就是去清单里面找什么 找那个 找这个 这个范围 然后第几栏呢 第二栏 比对方式输入0 按个确定 跟正一下 应该这个应该是要 这个应该是要到前面这个 跟正一下 应该这个位置才对 按个切过来 OK 那这一个 好 确定一下 那向下填满 那不过还要锁什么 锁这个范围 F4 这个范围 这个的话不用锁 因为我一样参考到前面 打个勾 所以清单这个范围要锁 向下填满 OK 可是问题来了 你现在只做一个嘛 对吧 那下一个 下一个 很多个 这么多个 当然已经够快了啦 总比那个图牌刚才还来得快 可是有没有什么方式 最好是什么 向右 向下 一次全部搞定 有什么方法 其实这边提示一下 一 你可以用那个所谓的 indirect 这个indirect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过 就是 简式里三章里面有一个 indirect 第二个的话呢 你可以 带给它一个叫reference REF其实就是 定义 就是参考 text就名称 就是 意思说你这边可以 带一个名称给它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已经定义好一个名称 你可以把那个名称的 范围直接带过来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table array 名称用indirect 直接去给它一个名称 叫性别 性别它可以把整个 带过来这边 如果我今天给它一个年龄 它就带年龄的资料过来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可以 像右的时候 刚好上面的名称 又刚好是我要抓的定义好的名称的话 那它如果跟着动 那不就一次可以全部完成了 所以 第一个啦 请各位先试试看 单一个单一个完成 不过这个是比较没有效率的 但如果我要有效率的 而且是最好是做一次就完成的话 那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第一个 在到云端上面 下载这一个练习题 在哪里呢 问卷在减税参照里面 有个问卷调查01 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接下来就是要用一个公文 一个叫Indirect函数 它主要就是说呢 可以帮我什么 抓到这个名称 Table Array 这边注意喔 如果你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第一个 你需要先把这个范围取一个名称 那我干脆直接拿这个 叫性别好了 拿这个名称 这个Ctrl C好了 这边的话选底下的部分 把它Ctrl V贴上 Enter 好 意思就是说 这个范围叫做性别 这个范围C 直接贴到这边 叫年龄 一样先Ctrl C 这个范围叫交易纸 意思类推啦 所以底下有这么多范围 好 那因为刚好呢 上面的名称 刚好跟什么呢 跟上面我们栏位名称是吻合的 所以如果今天呢 要能够快速做出来的话 我可以把它改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叫 Indirect Indirect刮胡 接下来的话当然 你可以直接带什么呢 带那个叫做性别 那个性别 两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 你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性别的这一个名称输入上去 他就会怎么样 去帮你把那一个性别的名称 整个范围带过来 你就不用那去找了 Indirect 直接帮你把名称带过来 OK 那你按确定 理论上这样 向下填满 是OK的 可是问题 我现在向右填满应该不OK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要跟着变动的话 那是不是说因为我这边Indirect 直接抓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跟上面这个名称 是一样的嘛 那我可以干脆就把这边改成什么 直接把它改成 B1 B1就可以了 有没有 直接跟他讲说 我的名称就在上面 你就自己把它抓过来 打个勾 不过向下填满好像应该这边要锁一下 因为一定要第一列 所以把1给锁起来 OK打个勾 向下填满 这个应该OK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向右的话 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刚刚名称 这边都已经定义好了 定义好之后的话 自己抓到上面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向右 有没有发现 在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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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所以你只要名称都定义好了 对不对 然后在配合英德瑞子之后 全部向右 这个怎么挂 应该是多 没有 多一栏 然后这个跑太过去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通通定义正确的话 你接下来只要做一件事情 向右 全部向下 哎 糟糕 这个到 但如果说你要 你希望怎么样 你希望可以一次完成的话 应该可以这样 就是 哎 直接 这些 向右 向右 向下 这些都不要 那你只要向右 拉一下 那因为最右边有参考 点两下 全部呢 一次 就完成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其实如果你懂得用什么 用那个 V轮数 配合 Indirect 去抓上面的名称 这样子的话很快全部就OK了 我再把重点再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那个要查询的名称 主要在这边 那所以我先定义 这个叫性别 所以可以拿这个复制 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年龄 复制这个 这个范围叫教育程度 不要做错 因为这个很容易做错 前面可能要做 还是要做一点点 那个独白链钢的事情 但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就简单了 后面就是用什么呢 Indirect 所以这个Indirect 可能要 我习惯是自己打上去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你可能就是再把它抄向 然后 B 这个地方 B1的话 记得是抓上面的名称 所以把E前面锁一个 后面不用锁就好了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然后 那这边的话主要就是 提供给各位 让那个VIR函数 能够更加快速的一个方法 主要就是配合什么 定义名称 加Indirect函数 OK 当然如果你不会的话 也只能图白链钢 所以像那种问卷 常常做完问卷之后 很多人也是一样 不会配合Indirect 糟糕 就是慢慢来吧 如果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再来一次 但如果你会用 VIR函数 配合Indirect的话 其实相对的会快很多 那个方法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刚刚那个步骤 有一些假设 不是很清楚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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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